第八题桌上有夹一两杯水使用相同的温度计测量水温 夹杯中的水温为50度C 以杯中的水温为120度F 则夹一两杯中的水何者温度较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算出来 他们的温度是多少 都换成相同的度C或者相同度F 我们可以带公式去算 或者是用老师上课的教法 我们呢这有100度C 那么这有0度C 那么这里是212度F 这里是32度F 那么现在有120度F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是几度C 水温公式全部是100-0 我有X-0 然后全部是212-32 我有120-32 然后这样去算出来X等于多少 这样就可以知道它会比50来的大或者50来的小 就可以算出来答案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想 因为这一题呢正好可以很容易想 因为呢我们的水呢 这个是100度C 这个是呢0度C 那50呢是刚好一半 50呢是刚好一半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212 这边是32度F 那么我们相减的时候呢是180 所以一半呢是90 所以32往上加90呢是122度F 所以也就是说122度F呢相当于呢 50度C 现在我只有120度F 所以我当然就比50度C呢 来的小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答案应该是甲杯大于乙杯 所以我们第八题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A甲 甲的水温呢 会比乙的水温来的高 我们下期再见